我先和大家跟進一下港股半日開始的表現 恆生指數最新跌221點,去到20371點 成交額方面暫時有234億多 期指跌163點,低水近35點,去到20343點 而成交量方面有31,000多張 國企指數最新跌149點,去到10595點 再和大家跟進一下,就是內地股市下午的表現 內地三大指數最新跌超過1% 上證綜合指數跌23點,去到2262點 互深300跌32點,去到2462點 而深淨城市跌170點,去到9540點 三大指數的跌幅是介乎1%至1.76% 先和你跟進港股半日開始的表現 看到它暫時在8、9點至210點的區間 4月來講,港股後市你怎樣看呢 有沒有機會會上一點點呢 我們看到港股今日的表現也是非常疲弱 尤其是我們看到成交亦是比較弱的 假期後回來,現在看到港股跌到20376點這個位置 兩條橙色線亦可以看到某些支持位 以3月份的支持位來講,其實港股已經跌穿了 而如果你說用10月拉一條上升軌道來看 下一個支持位,相信都會是20200點左右 如果你是一個短線的投資者,就可以看回技術的走勢 以基本方面來看,其實內地的經濟數據也不太好 我們看到上個星期發佈的CPI也會高於預期 導致A股那方面也會有一個明顯的下跌的狀況 A股下跌也是影響到港股的下跌 再加上美股那方面也會見到一個很明顯的跌勢 那麼多股市的影響那方面 也是令到港股今日無可奈何也會有一個跌勢在那裡 但是以4月份,剛才Lisa問到,究竟4月份會是怎樣看 頭幾天其實以一個這麼明顯的跌勢來講 如果你說會看淡的話,其實我也覺得會有些言之上早 在於說究竟CPI的因素,究竟會是一個季節性的因素的影響 導致它上升,還是說中國經濟會不會放緩得那麼緊要 那麼中國經濟放緩的時候,究竟會不會說 國務院那方面會推出一些更多的量寬措施 也都是這件事的預期當中的話 令到其實A股和港股,其實我覺得在4月份那個走勢那方面 也都不需要說看得那麼淡 而美股那方面其實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下跌 又或者失業率那方面,數字也不是那麼漂亮的時候 那會不會再次憧憬這個量寬的措施呢 這些因素也都會影響了4月份的股市的走勢 我想可以觀眾都會留意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港股半日沽空的金額 看到拋空總共有18億1200萬元 拋空股份總共有373隻 看回港股半日沽空排行榜 第一位就是有安石A50的編號2823 看回這隻來講,看到它的半日拋空是佔了自己股份成交 是高達42%那麼多 其實Harrie看到A50的今天拋空這麼高 你們都知道這隻股份其實是追蹤A股的表現 會不會都是看到它的拋空金額這麼大 以及比例這麼大 會不會都是因為昨天公佈內地的經濟數據不好 引致大家短線來說 對A股覺得繼續有調整幅度會比較大 A50、2823這隻股票 剛才Lisa也說到是追蹤A股的表現 以內地兩大的經濟數據 CPI和自己本身 剛剛今早發佈的進出口數字 也不是那麼漂亮的時候 無可奈何 短期的沽壓也會比較多 以沽空數字來說 我都會覺得未來短線的走勢 也都不是那麼漂亮 如果投資者想想回這隻股票的時候 我想要等一等 但是剛才也說到 其實中線而言 我不是看得那麼淡 在於A股究竟是否會繼續跌下去 以現在就快跌到2200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中央也會推出一些不同的措施 去刺激股市 這件事亦都會帶動到223A、A50的走勢 但是短線而言 我都會勸投資者不要沾手 中線而言 個人就不會看得那麼淡 Harrie我們看看 另外一隻股份 今日的拋空比例和金額相對比較大 是有這隻中國財險 編號2328 看看它 今日的沽空比例是佔自己股份成交 高達超過56% 看看今天的財險 它的拋空金額這麼大 是否都是有關 因為它被摩通 即港版評級和大幅削了 目標價33%有關呢 有大行去看淡這隻股份 無可奈何都會有令到一定的沽空的一個數字 見到財險這個價格走勢方面 在圖方面其實見到 是一個很明顯的下降趨勢 現在跌下來9元這個價位的時候 其實下一個支持位已經去到上一次的低位 也是7.5元這個位置 以短期走勢而言 技術分析上其實做得不太好 在於基本因素方面 其實財險自己本身主要是做一些車險 又或者是一些財產險 那些方面是主要為之業務的首要 各方面也會和自己內地的經濟 也會有息息相關的機會 而這方面見到中國經濟在第一季 甚至很多人預料第二季 亦都是做得不太好的時候 個人就會看回財險自己本身的業務 亦都是半年來半年的業績 亦都會覺得是做得不太好 這個預期亦都導致投資者 很多都會去選擇去沽這隻股份 以短期走勢而言 個人都不太看好這隻股份 如果你說選擇內險股的話 倒不如選擇平安或其他股份會好一點 Harrie說起內險 也想和你去看看 就是今天跌得比較多的內險 有隻2628、國壽、平保和新華保險 見到他們今天跌得比較多 都是和有傳說 他們會再去融資870億元人民幣 其實一種內險 他們的融資壓力是不是這麼大 看回融資壓力那方面 其實就是主要是在於他們的常負充足比率 而以看回剛剛平安都發了一個二級債去集資 個人來說我就會覺得不太需要去集資 在短期內 究竟市場亦都傳出 究竟會不會有個常負充足比率 第二個更加高的評級標準的時候 這件事對於短期的走勢來說 我覺得影響都不會那麼大 投資者亦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謝謝Hary 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依然有發達廣場的環節 Hary會繼續和大家聊天 有事想問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恆生指數最新跌深了 跌247點 去到20345點 休息一會 待會見